我們就來做一下折射定位的題目 折射定位的題目呢 這是一種考法叫做 畫一個入射光畫四條折射光 問你折射光是哪一條 法國德呢就畫四張圖 有不同的折射 然後問你說誰的光速比較快 誰的光速比較滿 諸如此類的問題 反正重點就是記得真空大於空氣大於水大於玻璃 進的角度比較大代表光速會比較快 所以他又如所所示 請問你呢 他告訴你說空氣的光速比在水裡面快 從水進到空氣裡面 我們的折射線會是哪一條 我們不會是丁 折射是從甲介石進到乙介石 所以介石會一樣 這個丁叫做反射 還不曉得有沒有遵守反射定律 所以不會是丁 那個乙是完全沒有折射 只有一種情況看不到折射 什麼情況? 垂直 他沒有垂直 所以一定會折射 那麼你從水進到空氣 光速要變得比較快 所以角度要變得比較大 比如所謂的偏離法線 那麼這裡誰的角度有變大 誰的地方線 答案叫做丁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擇叫做C 好這叫做一張圖四條線 這叫做四張圖 問你誰的光速會比較快 誰的光速比較快 就是一樣講過嘛 角度大代表光速比較快 比較快 OK 帥哥美女 現在又要換大美女 來換大美女 有大美女嗎? 有 ELEVEN 大美女 ELEVEN B 你說什麼? B 2嗎? B 請說 你的答案選B2 因為那個 他的 基本上他的入射光都一樣 入射角都一樣 所以誰的折射角越大 誰就代表誰的光速就會越快 顯然那個甲是最小的 那麼那個 那個丙叫做沒折射 這根本就是同一個戒指 同一個戒指 然後呢 以偏轉最多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的是B E 這也是另外一個考法 畫一張圖放幾條 這個學測題也考過這種 學測題也考過這種 就要畫這樣 然後問你說一樣 問你光速快慢 還是一樣嗎? 比誰就好了 比角度就好了 就好了 一樣的問題 簡單小問題 就是折射定律 折射定律 我們在所謂的 會考這個程度的考試 也是考過的 是考過的 我們可愛的 找不到帥哥 有喔 帥哥三十二 三二 正上 你為什麼一副看起來這麼聰明的樣子 然後每天站起來都怪怪的笑容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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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豬喔? 好 請說 你看起來一副聰明的樣子 為什麼好像每天站起來都怪怪的 反正就是我們的細節就不討論嘛 我們沒有教折射率嘛 我們細節不討論 反正就是角度大代表什麼意思啊 光速快嘛 所以誰小是最大 乙嘛 那麼誰最小 甲嘛 所以答案就是乙大於柄大於甲 這就是另外一種考法類似的想法方法 就是考折射定律 再說一次 記得 光速快慢 真空大於空氣大於水大於玻璃 記得折射定律第二句話 叫做 入射角折射角比較大的 代表它光速會比較快 我們就用這個方法就可以解決 人家問我們的問題 OK嗎? OK